不知道是当下心境流量太多 还是肖战和王一波一直都很红 很多观众总感觉他们已经红了很久 好像已经算是老流量了 结果一看时间 他们走红其实还没有两年 毕竟他俩是在年度大爆款古装剧 陈情令之后才双双红尘顶流级别的 而陈情令是2019年6月27日开播的 到现在也才整整两年而已 如今刚好是陈情令开播两周年 而回顾这两年时间 陈情令两位男主肖战和王一波 也在演艺事业上有了各种变动 进阶波动和升级 肖战饰演的魏无限 王一波饰演的男万机 这两个角色依旧经典 但戏外的他们已经有了更多的色彩 在陈情令播出之后的这两年时间 王一波的演艺事业 几乎可以用扶摇之上来形容 陈情令之后 王一波的男主剧尤斐继续发力 这部剧时打时的播放量和话题度 也让他的人气和流量号召力锦上添花 在人气和流量方面依旧潜汉的同时 王一波迅速的得到了主流影视资源的青睐 实现了证据和流量两把抓 王一波前脚在理想造谣中国的 单元男主得到央视新闻的点名夸张 后脚王一波的两部主旋律作品 就在即将播出的状态了 且电视剧《冰云火》和电影《维护反暴队》 不仅题材正能量主旋律 制作方面也是毫无疑问的大制作 对比王一波的扶摇之上 肖战就显得波折许多 毕竟在刚走红之后 肖战就经历了足以毁灭演艺事业的粉丝事件 这对于他的事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但庆幸的是肖战一如魏无限 在打击之后涅槃重生了 如今的肖战平稳度过粉丝事件之后 新男主剧《抖罗大陆》在央视播出 且收视和播放量都不差 带播作品还有主旋律大剧 王拍部队这种重量级作品 同时还有余生请多子教和御古遥 稳固人气和顶流地位 总之如今的肖战重新被主流媒体认可 彻底度过了成绩时期 重新回到了巅峰时刻 回顾以前再看现在 两年前的陈秦令和魏无限男玩机 正在离我们远去 而肖战和王一博 正在奔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所以在陈秦令开播两周年之际 对于这两年时间里的肖战和王一博 你们怎么评价的呢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